老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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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说,你跟我说 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家过年,难得团聚的一家人却在除夕之夜爆发激烈冲突 父亲毫不留情地毒打让女孩彻底崩溃 其他的家人默然看着这一切发生,血脉相连的父女俩彻底成为仇人 直至此刻,这个家庭平静的表面再也维持不住 多年来所有积压的矛盾全部爆发 这个沉默的女孩名叫张晴 在她17年的人生中,对这个家庭的全部记忆似乎只有穷苦 父母在她一岁的时候离家,前往2100公里之外的广州打工 作为家中的长女,张晴必须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成为留守儿童是她无法改变的选择 她和外婆、弟弟一起住在大山深处 瘦弱的肩膀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一种强烈的渴望吸引着张晴 她希望能早早走出大山 可是面对年迈的外婆和幼小的弟弟 张晴只能腌下满心苦涩 为了这个家人劳人愿付出所有 时间越长,这种不甘心的情绪就越强烈 由于自小缺少父母的陪伴 张晴的心理早已和他们产生隔阂 再大概来,延伸家庭没有丝毫的温情可言 其实张晴并不知道 父母在广州的生活也十分艰辛 服装厂的工作异常繁重 父亲两人总是默默加班到深夜 他们就像两个沉默的机器 周夜不停地运转在缝纫机前 吃着最简单的一日三餐 住在破旧不堪的出租屋里 唯一的念想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们 常年繁重的劳动下 两人的眼睛里早已没有了光亮 每次打电话回家 电话那头的张晴总是显得很冷淡 母亲并不知道女儿的想法 但是她也感受到了张晴的冷漠 原本还想春节留在厂里加班 内心的不安促使她想要尽快回家过年 广州这个城市聚集了五湖四海的打工人 在外辛苦劳作了一年 谁又不想在春节时和家人团聚呢 临近春节 每年广州的火车票都会被一墙而空 他们在售票厅排了七天的队 却依旧没得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生活节约的夫妻俩狠狠心 从黄牛手中以三倍价格买了一张票 他们坐上最便宜的绿皮火车 又辗转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大巴 坐上轮渡的那一刻 总算能回家了 还是有我的孩子一睡掉 我是掉着眼泪出去 还是我扫着他们就叫我 他说还是把我的鱼儿叫绿现在 他还是把小鲤鲤带大点才出去嘛 我还是就跟着他爸爸一起走了 回忆起十几年前离家的场景 生活总是让人做出一些无奈的选择 幸好现在的日子终于变得好一些了 一家人轻轻热热地聚在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饭桌上不可避免谈到孩子们的成绩 张晴听到这里显得不太开心 因为他的成绩比弟弟洋洋差远了 父母希望他们都能努力学习 考上好大学才能离开农村 张晴又何尝不想出人头地呢 他心里很明白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太多无能为力 父母总是希望他能够努力再努力 却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内心 团聚之后很快再次迎来分别 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 张晴心中涌动的渴望再也无法平息 我现在过得很好 只是我不想见到我妈 我跟我他们关系一直都不好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和同村的年轻人一样较学出去打工 离开前张晴独自来到外公的坟前 外公生前最疼爱的孩子就是他 面对此生最亲近的人 心中埋藏了多年的情感倾斜而出 做完这件最重要的事 张晴了无牵挂地来到广州 但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并不属于他 这里的一切和想象中的都不一样 他和父母一样踩着缝纫机 他是一个蛮好的 但是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 而且除了他一个朋友都没有 父母很快得知了张晴的举动 他们不希望女儿走上自己的老路 不同于其他进场的女孩 她并没有把到手的工资寄回家里 而是拿着钱好好潇洒了一番 张晴对父母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面对特意请了一天假来看望自己的父亲 她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喜 长达17年的时间里 这是妇女两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聊天 略显尴尬的氛围里 这场谈话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很快又一个新年来临 张晴的父母决定借此机会把她带回家 2008年的广州 春节前夕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 整整4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 长达11天的时间里 所有人都在胶着等待线路恢复运行 张晴却似乎松了一口气 她根本就不想回到那个没有爱的家 哭哭等待五天之后 他们还是顺利回到大山里的家 母亲第一时间问起儿子的成绩 因为姐姐离家 洋洋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她似乎开始重复姐姐张晴的命运 感觉生活没有任何努力的希望 父母见状心中焦急不已 母亲甚至承诺明年不再出去打工了 张晴也遇见都是对父母的抱怨 多年积压的矛盾再也无法掩饰 每个人心中的怨气都无法释怀 父母也只能表示不再过问女儿的决定 张晴这次没有选择去广州 而是去深圳找了一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 她太渴望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了 如同张晴所说父母依旧回到广州的服装厂工作 童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许多工人随着倒闭的厂子失去经济来源 父亲俩所在的小工厂没有受到波及 长达十几年的艰辛劳作 他们的身体远远比不上年轻的时候 不仅手脚变慢 就连势力也开始模糊 父亲两人相伴二十余载 如今第一次迎来分别 两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失落和难过 普通人的一生该如何力挽狂澜 见证了太多白手起家的神话故事 或许平凡的一生就是最好的答案